哇 你看 好 你们真的是太过分了 把乔乔版做那么高 两个个子这么矮的来 我到上面就有点恐高了 脚尖 两个人端平 脚尖都落不到地 我都不知道应该怎么下来 好 我们先评一下 说一下个子的观点 来 你们是高薪不喜欢 因为你们要拼 我们要拼 高薪不喜欢 你们是低薪心 但是喜欢 怎么地 不给钱我也愿意干 对 好 我们现在辩论开始 我们场上的50位年轻的朋友 手上有投票器 好不好 你们如果觉得 他们说得好的话 就给他们投票 说得不好的话 投票器可以扔在他们的身上 无所谓的 开心就好了 准备了 三 二 一 开始 好的 我们拼命三郎队的论点是 人可以选择高薪 但是自己没那么喜欢的工作 为什么这么说呢 因为我们是成年人 成年人应该做的事情 就是隐藏自己的情绪 尤其工作之中 可能这个工作 没有那么让我们喜欢 但是至少有一件事情让我们喜欢 它就是高薪 你低薪你怎么才能让自己过自己想过的生活呢 虽然我们工作的时候可能有点痛苦 对不对 但是至少可以让我们的生活中是非常愉悦的一件事情 而且这上面真的好高啊 说句实话 好 我们低于生活派选择的是喜欢 但是低薪的工作 因为我们低欲望 首先我们就看不到心血这两个字 我们只看得到喜欢和不喜欢 我想问一下 如果你是开心出发 那你是高薪让你开心 对不对 那你最后的目的是不是还是开心 但我们把心血抛出掉 我们只要工作的时候就是开心的 为什么要考虑心血呢 好的 你说得非常好 虽然你工作的时候是开心的 但是我觉得你生活中一定是痛苦的 为什么 因为你没什么钱 我们经常说 虽然这样有点俗套 财富自由才是人生真正的自由 为什么呢 因为你有一定金钱的基础 你才可以选择自己真正想过的生活 我们为什么要去工作 因为工作就是为了让自己更好的生活 虽然工作让我们痛苦 但是我们至少后半身 是可以快快乐乐地生活的 朋友们 薪水是一时的 但是热爱是永恒的 谁说我们低薪是一辈子低薪的 我们通过热爱可以不停地打拼 我们的薪水会涨的 但它不是 我没吃完呢 等我过 薪水 他们不是热爱 他们不是热爱 他根本不会有能力上的低薪 他薪水是 他薪水只是 他一万二只是一辈子一万二 朋友们我们思考一下 我们三千可是 有涨到两万的空间 有涨到两万的空间 我们思考一下 一个工作一开始 他的薪水就是比较低的 他上升空间有多少 而我们的工作一开始 就是一个高兴的工作 那他上升的空间一定是更大 但是你根本就 那我再问最后一个 对方四个人 你们今天这个工作 你们喜欢吗 喜欢 今天你们通过费高吗 很低 很低 没有 不整齐咯 我要给大家说一件事情了 不整齐咯 朋友们如果我们有一个高薪的薪水 我们可以照顾的不仅是自己 还有我们的家人 而你低薪的薪水 你只能照顾自己 只在乎自己 你不是自私 是什么 我的家人特别爱我 如果我不开心 我的家人就崩了 你说的非常有道理 是不是 你们爱这样吗 但是我的家人在乎的是 我的生活 可以照料好自己 并且照料好他们 我生活 我和我的家人在一起 我们的生活都是开开心心的 因为我们至少能保持自己财富的一个 你希望 你希望阿姨 诶 诶 诶 刚刚已经有点超脱 物理现象了 好 差不多了 时间了 要打起来了 要打起来了